违反历史的事实 因为在社会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 就是在斯拉夫民族 就是在俄国 俄国我们知道 由普雷汉诺夫创建的社会民族公党 当时列宁也是寄居在寄生在 社会民族公党的机体上 就是说打蛇谁干上 随着社会民族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列宁的那个小团体 所有的护士会 会点广东话的书语 但是我们知道 站在反对反抗极权主义最前列的 就是俄国的社会民族 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所谓的曼斯维克 曼斯维克就是坚持这个普雷汉诺夫的 社会民族主义的 就是说原教旨的这样一些政治派别 他们不仅是在理论上 和流氓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 列宁的这个极端 这个极权主义 做了拼死的斗争 而且他们发动了内战 你们俄国的国内战争 用武装力量来对抗 这个列宁斯大林 搞得这个 当然当然还有托洛茨基 搞得这个就是说 流氓武产阶级专政的 这种镇压力量 当然他们是失败 格朗斯特的水兵旗 全部杀光 对对对 克朗斯特的水兵旗 就是人民旗 其实是这个 全民旗 水兵带动 但是这个俄国的这个 布尔斯维克就用大炮 就把俘虏用大炮来 就是说进行集体大屠杀 就是这个事情呢 所以社会民族主义和 这个共产党的极权主义 不是一家人 而且呢 是斗争的最接力的 而且是冲杀在 这个地最前线的 就是社会民族主义者 而社会民族主义者是真正的为全民族的利益 会为全民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社会民族主义以后 以后我们就是说 有很多可以在理论上讨论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在 排测社会民族主义的地方 在极端右翼 极端自由主义 这个就是说 统治地位的地方 那么往往是 这个整个国家的 国家的利益 就受到了少数利益集团 少数利益的 利益集团的把持和劫持 来捍卫自由民族和法治 以及捍卫这种 自由民族法治成果的 将来一定只能 这个历史的责任 只能由社会民族主义 来承担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哲学当中 政治哲学当中 除了秉持自由民族法 法治多元以外 他们还架了一条 这一条是共和党和民族党都没有的 这一条现在在美国 只是在学院当中 学院派当中 在小规模的讨论的一个学术课题 叫做经济社会正义 Socio-economic justice 这个 而真正能够实践这一条哲学 再把这个课堂 把学院扩大成为960万平方公里 公里的全民 一起来实验的 这样一个课题的 只能是中国 所以将来引领人类文明潮流的 就是说这个重心 将会从西方转到东方 而这个东方的重心就在中国 而不要看中国现在如此黑暗 如此紫败 但是中国人民当中 隐喻着这种强烈的改革 变更现实的这种意识和动力 这种意识和动力 我们在西方已经看不到了 这是西方的悲剧 西方的老百姓 这句话相当重要 永远相信他们缺乏这样一种 对政治现实的批判态度 我看美国一个电影 就是美国最新版的 就是那个滨海沉船 Titanic 这个电影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 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 当那个电影演到 那个演到那卡 卡尔 就是那个钢铁大王 拿着就是说枪 想把杰克打死的时候 那和就抢了他的女朋友 Rose的 那杰克打死的时候 而杰克一次又一次的 就是说就是躲过了他的枪弹 最后把那个卡尔制伏的时候 把那个钢铁资本家 大资本家制伏的时候 你们知道各位中国的听众 你们知道在美国的电影院里 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发生了整个电影院的观众 在传奇起立 长时间的鼓掌 鼓掌的时间大概 我看了一下表 一分钟四十秒 真正是一百秒钟的鼓掌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电影 那镜头都走过去了 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啊 我在 我在看对比那一下 就是说 美国的其他的文学艺术的节目 我看到 滨海沉船 是一个绝无尽有的 这么一个艺术作品 我们已经看不到 美国很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美国的很多 美国很多的艺术和美学的 已经被后现代主义 已经整个笼罩了 当人们就是说 人民对于美的感觉 变得迟钝的时候 他对正义和邪恶的感觉 也会更得迟钝起 那么 那么 我 所以 我 西泽先生 回应一下 本来这个 没有打算 但是 刚才很多朋友的发言 把我 也启发了我 想 往前退 也说几点 一个讲到 会议您先说的 美国独立革命以后 这个政党发展史的问题 美国实际上 从 他的开国国父华盛顿 到他的最主要占有 汉美尔顿 和亚当斯 和他们的反对派 杰普顺和美尔顿 一开始 在他们的美洲 这个联邦党的文章说得很清楚 都是反对政党政治的 都反对政党 甚至他们的独立选业 都不提民主两个字 都是共和 没什么用 就说 他们认为 政党政治是黑暗 所以说 他们一开始的选举 都不是政党选举 都是独立选举人 选举人 不是政党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党里边 实际上 后来我把它归纳成 他们不叫做名存 但我把它归纳成 叫做华盛顿革命党 这就是他们因为革命成功以后 刚才也已经说 在费城地平 这个分别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革命胜利者集团的分别 对不对 革命失败者 被打败的那些 早就已经 潜送到加拿大的潜送 就跟蒋介石一样 到台湾去 当中一样去 对不对 实际上是一个 实际上 可以说还是一个 革命胜利者集团的一个 一个专政 可以这么说 而且呢 他们基本上那个手术 没有向妇女开放 没有向一定有财产开放 也没有向黑人 也没有向黑人开放 就是自立的集团 但后来呢 是因为 因为它内部就发生了一个 要强调美国向联盟制发展 还是要强调 还保护这个 各个州的州的利益 而这个问题上 产生了矛盾 在不断地 慢慢地发生了 这个党的分化 这样才产生了 华盛顿和 汉美顿的亚当斯这一派 第二次正中的亚当斯 是亚当斯 对 然后呢 才是这个 最后这个 这个 由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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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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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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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开始 当时叫做 民主共和党 民主共和党 是这么出来的 一开始连杰普顿都 反对主党 但这样呢 最后联邦党这一派呢 他觉得你们有党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也就开发地吧 就自然这么来的 而不是说一种主观设计 我就是要搞两党 而是一种利益分化以后 一种自然分化 自然分化 然后最后联邦党就衰落 这个共和党 这个杰普顿民主共和党 后来曾经相当一段 说一党独大 直到因为他一党独大 失去了制约 过分强调的周权 才发生后来一百年以后的 这个独立战争 结果想分裂 这个是林肯登出来的 从民主组共和党出现的 才把他阵言下去 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才有了后来强大了美国 如果当时整个 散了就散了 各个州 现在还是几个 二十几个州的话 就没有今天强大了美国 根本不可能已经强大了美国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打了天下 一个革命者集团 他一党 独裁一党专政 他不是说 他不能是 因为任何一个人 邦和一个人 一个集团 他都是两面性的 他针对这边是革命的 他针对他下边 他又是专制的 往往这样 你包括 后来我这 民运人十几年 我就发现 你就未经 是王军涛 刘国凯 都是这样 也许王军涛也是这样 我们对共同党 我要求民主 但实际上 对我自己的那一帮派 自己拉了个三头 我就一定要专制 对 我一定要是我自己的 我一定就放心不下 我的接班人 我就非要 稳住我的一个接班人 那王先生 面对您这种心态 和民运 整个这种心态 怎样才能治愈 我想这些说远了 我就不想 因为我还是想 说重大的问题 重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到 这个实际上 我就想到 既然 而后来 那个美国共和党 民主党 后来分化 和体制外的斗争 也不断 是有关系的 谢氏起义 布朗起义 是吧 妇女的斗争 一直到后来 马里诺德金的 这个整个人 整个人变得反抗 是吧 反抗 然后在当时 由于中 在拜安后 不而共集会 对 还有共产主义 弄得对他的一个 反抗的一种 一种刺激 他不得不 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改变 所以说就像 刚才那个 谁 那你说的 还说说好 就说 或者这个 罗夫斯发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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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 还有 作用 所以他拿过来 使用 但他仍然坚持 资本主义 就变成一种 包括台湾也是 是这样 蒋介斯 蒋经国 对 我知道 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呢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 这个对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的 有个问题的看法 这个问题呢 我想我可能到现在 还是异端 大概 民主党 民主与民主党 同志可能会反对我 我到现在 我认为 我还是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我是马克思主义 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 是科学的 它的科学 表现什么地方 比方说 它认为 在社会地域发展 会决定一定的 这个 社会政治形态 是这么一个行动过来 那马克思最错的地方 而且后来造成 今天一直错的 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在他那个世纪 19世纪的时候 他就把生产力 看得相当高了 他认为 在那个生产力 状况下 已经能够消灭阶级 已经能够实现 共产主义了 所以他才判断 就是说 共产社会主义 就是消灭阶级 就是能够去说 因为在我们 马克思这个世纪不能容纳的地步 他有一句话说 当一个社会形态 当他还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 这个形态是不会不消灭的 但是他 他就以为 资本主义形态 生产力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 容纳资本主义 但是实践之后 资本主义还能容纳到 这些几百年了 可能还有一百年上天 容纳 实践 所以他错失了这个事情 他这么错失了 他就以为 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功能阶级 已经能够去消灭 资产力 实现社会主义 但虽然后来 他在NK是很错 他现在错 想纠正 但已经来不及了 被内宁 博尔什维克接受过 所以内宁博尔什维克就认为 他认为 在这个一个 工能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 建立社会主义以后 可以在一个很短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 把资产的权力消灭了 消灭了阶级 然后就实现社会大同 但后来实际上 阶级不能消灭 阶级为什么不能消灭呢 是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还资本主义生产 还能够充分容纳 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一直到今天 还不能过已经充分好处 所以资本主义还有无限的生产力 还有无限的生产力 问题错在这个题目 马克思和列宁就错在对比了 所以后来列宁自己发现 共产党 毛龙自己也发现 他说 小生产资本主义是不断地自发产生质本主义的 农民资本主义 不断自发产生质本主义的 我对这个时候 文革的时候 我都走来 我理解不深 后来我上海下去 我在广东 我在广东 我上海下去农村 我做了社会调查 我到处做社会调查 就发现 偷渡到香港 都是贫乡中党子弟 由于偷渡香港 都是贫乡中党子弟 那我就偷渡到香港 我就判断 资本主义一定战争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是不能战胜的 起码在香港传染上是不能战胜的 但问题在于 那我们是不是要允许 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好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只说 在市政府里外的生产业条件下 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呢 他为什么 然后呢 他要不断地把整个社会 把整个自然界全破坏掉 他更不管 他怎样离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就说明资本主义是应该说的 截止的 资本主义在今天是合理的 是需要发展的 刘少席所说是对的 这个自由主义是有功的 多学一种程度是有功的 但是必须要受到结局 所以这一点上恰恰就是 孙中山县是三面主义出来的 我们也发展了资本主义 孙中山县是最了解法治主义的 他说我三面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但我这个社会主义的不是消灭阶级 是阶级共存 因为阶级不能消灭 就应该是共存 就一个兼顾资本家兼顾工人 不能够光顾资本家 不顾工人 也不能光顾工人去不顾资本家 那也不行 所以说要均负 而且要节制资本 要发展资本 节制资本 所以归根结底 你没有节制资本这一条的话 就是最坏的意思 就是现在中共的状态 所以说 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中共这样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呢 就是说因为中共从辛亥革命以来 而且革命是胜利的一方 最坏的反对失败 满清 还有 北洋推翻满清以后呢 他也一定要 极端抚资本的满清 全国国民 那么 国民党推翻满清 北洋以后 他也绝对筹化在满清北洋 所以说最近 这么十几年 二十几年 大家还知道 北洋原来还有很好的一个民主 词谈的形式 对不对 实际上北洋也不是那么坏 对不对 但是他也有他专注一方面 就是都是两方面的 那么后来共产党 把国民党推翻以后 又绝对地否定国民党 把他全都丑了 对不对 那问题在这里 可能大家不能接受我的冠冕了 毛他获得革命以后 他也是极端的 推翻了这个 那个 那个 以后 他本来 他也主张主要善民主义的 善民主义的 就是所谓新善民主义的 而且主张这个 劫持字幕 而且主张中国 一个常识意义的主义 就是一切不造的 但是 就是